执心 很重要 执心 我讲了执心 释迦牟尼佛讲 执心是菩萨的净土 我以前讲过了执心 跟大家解释过了 就一直走就对了 比如我们西雅图到Spokane 一个I-90 你一直走就可以到Spokane 你不要跑到Yakima 也不要跑到Moss Lake 也不要去德国村 这个执心就是 叫你不要有其他的心 就是不要有忘心 你有了忘心 你就会左差的路 不能到达目的地 我很简单解释 执心就是这个样子 跟着你 Euchwel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-